- 即好- 歡迎大家收看坐談天下之意阿Ken 和阿BAR - 歡迎大家 - 我就是阿Ken - 我是阿BAR - 那我們坐談天下是說什麼的嗎? - 我也不是很清楚 到你回答吧,Ken 我們在座談天下每個星期會跟大家講一些三藩市的熱話、三藩市的知識 我們每個星期也會帶一些新意的東西跟大家玩 事不宜前,我們節目第一個環節 三藩市101 三藩市101又是什麼呢,Ken 又好一下,又不太好說 三藩市101就是每個星期我們都會講一些三藩市的知識 看看你們知不知道 三藩市是北加州和灣區的一個主要城市之一 我們會聽過有很多名字 有三藩市、舊金山 那你猜一下為什麼叫三藩市,為什麼叫舊金山 三藩市叫三藩市,因為是San Francisco 舊金山,因為它舊了就叫金山 舊了就叫舊金山 這些就叫做好東西 這些就叫做好東西 對,在19世紀那裏就有這個淘金熱潮 很多人就冒名而來這個地方挖金 所以你經常聽到別人說這裡做金山 金山、劍山、阿壁 那為什麼叫舊金山呢 就是因為它舊了 舊了,所以沒有舊金 舊了也有一個新的 在澳洲的麥爾本那裏,他們發現了金礦之後 他們就命名了那個地方做新金山 那麼我們這裏三藩市就變成什麼 舊金山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個名字 對,那三藩市又為什麼叫三藩市呢 其實都是我們英文名是什麼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那裏 那麼中文英翻音就叫做三藩市 那麼很多人都會用三藩市這個名字 如果是講廣東話的話 那麼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在他的著作書裡面 都是用三藩市這個名字 那我們應該是用三藩市 還是舊金山啊,King 問得非常之好 那麼其實是沒有一個官方的答案 也都是沒有官方的 一定要用哪一個名字 其實用的都很混亂的 通常講廣東話那些人 就會講三藩市 通常講國語那些人 就會用舊金山的 那麼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在這個日本父附近 那個三藩市那個 不是,中國那個領事館 是叫做中國 中華人民駐舊金山領事館 那麼他們就會用舊金山 但是如果你在那些移民網站 美國那些網站的話 就會寫三藩市 是的,如果你在香港的地方 是寫這裏做三藩市 所以你用三藩市 用舊金山都不會錯的 你不要叫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是的,我都是懂少少辦代表 但是三藩市 你們有知道多少呢 好了,我們廣告回來之後 就繼續收看 各位,在座談天上之宜 I can you are back